觀眾朋友好 歡迎來到希望之聲的國際風雲節目 我是李源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打臉中共美印關係再加強 美國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新書爆料惹議 馬斯克澄清 沒關閉星鏈服務 澤列斯基說 普京謀害普里格金 不能對騙子妥協 華為新機經建韓國企業的芯片 美國正式開啟對華為新機芯片的調查 中共再禁止公務員使用蘋果兩種產品 其他美國公司也面臨風險 下面是今天的詳細內容 在印度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於9日和10日召開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罕見的不出席 美國總統拜登在當地時間9月8日晚上抵達印度首都新德里後 立即與印度總理莫迪在總理官邸舉行了將近一個小時的閉門會議 並發布了29點聯合聲明 聲明中重申了一美兩國密切持久的夥伴關係 拜登還明確表示 美國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而之前中共大力宣傳金磚國家的擴張是反西方集團的重大勝利 是中共外交的勝利 但現在金磚成員國之一的印度和美國越走越近 和北京的關係卻越來越緊張 直接打臉中共的所謂重大勝利 白宮8日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也參加了會議 印度出席者包括外交部長蘇傑生和安全顧問多瓦爾 沙利文之前在美國空軍1號上對記者說 這次會議將在總理官邸舉行 因此從這方面來看 這是不尋常的 這不是通常在總理辦公室舉行的印度雙邊會談 白宮在週五公布的29點聯合聲明中說 印度總理莫迪重申了印美兩國的密切持久的夥伴關係 聲明說 兩國領導人再次強調 自由 民主 人權 包容 多元化和所有公民機會均等的共同價值觀 對於我們各國享有的成功至關重要 這些價值觀加強了我們的關係 莫迪和拜登還承諾在一系列領域加強合作 包括貿易 晶元和量子等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 供應鏈 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教育等 聲明提到 美國將投資大約3億美元 擴大在印度的研發業務 兩國還設立了兩個聯合工作組 重點關注開放式無線電接入網領域的合作 以及5G和6G技術的研發 美國一直大力推動這樣的構架來替代中國的電信巨頭華為的設備 拜登總統還重申支持對聯合國安理會進行改革 讓印度成為常任理事國 聯合聲明說 兩位領導人再次強調 加強和改革這個多邊體系的必要性 並繼續致力於聯合國的全面改革議程 包括擴大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的類別 兩位領導人還重申了四方安全對話的重要性 北京對印度加入美國主導的 包括澳大利亞和日本在內的四方安全夥伴關係感到很不滿 認為這個機制顯然是為了抗衡中國 是在打造亞洲版的北約 儘管美國和印度不是正式的受條約約束的盟國 但美國希望印度成為對中共的戰略制衡力量 並加強美印軍事合作 美聯社認為 拜登與莫迪為了深耕美印關係 真是非常慷慨地投入了大量的寶貴時間 自2021年以來 拜登和莫迪已經通過視頻和面對面會談舉行了十多次會晤 在這次的峰會前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莫迪剛剛應邀前往白宮 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並與拜登舉行了雙邊高峰會 莫迪還出席了拜登在白宮為他舉行的國宴 美聯社報導說 中左翼民主黨人拜登和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莫迪 兩人在意識形態上很難說是心靈上的知音 然而 中共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和經濟活動卻讓兩位領導人越來越接近 《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 在印度 習近平在20國集團峰會上缺席 被認為是對該國領導人莫迪的冷落 莫迪期待通過峰會來營造自己作為全球領導人的形象 之前 習近平參加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峰會 被看作是習近平的一場重大勝利 通過北京的努力遊說 該集團的成員國巴西 俄羅斯 印度 中國和南非同意進行擴張 邀請6個新成員加入 但是現在 印度再一次向美國靠攏 這令人質疑 習近平和莫迪在金磚國家峰會期間的會面 究竟取得了什麼進展? 美國媒體CNN7日披露 美國作家艾薩克森在新書《馬斯克傳》中爆料 馬斯克下令關閉克里米亞附近的星鏈網路服務 來阻止烏克蘭對俄羅斯海軍艦隊的偷襲 書中還生動地描述 烏克蘭無人潛艇載著炸藥 朝著俄羅斯的海軍艦隊衝去 但卻在最後一刻無害地衝上岸 啥事都沒發生 因為烏軍遭到了馬斯克的斷網 CNN的獨家報導出來後 馬斯克隨後在X平臺做了澄清 他說 那個地方的星鏈服務並沒有打開 SpaceX沒有關掉任何服務 他接著在發文解釋 曾有政府發出緊急請求 要打開一直到塞凡堡的星鏈 意圖明顯是要擊沉大部分的俄羅斯艦隊 如果我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那SpaceX將明確參與一場重大戰爭 衝突會升級 根據CNN披露的書中的內容 烏克蘭官兵後來聯繫上了馬斯克 懇求他重新提供衛星網路服務 而馬斯克之所以決定斷網 是因為擔心烏軍對克里米亞的襲擊會讓戰勢升高 甚至引來俄軍的核武器反擊 書中還披露 自從烏軍開始利用星鏈的網路服務對俄羅斯展開反擊 馬斯克就不斷懷疑自己的決定 因為他認為星鏈是為了讓人們更好的生活 能夠上網放鬆心情或者上學工作 而不是為了捲入戰爭 讓無人機互相攻擊 星鏈服務在俄烏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並關閉地面網路後不久 馬斯克應烏克蘭的要求 迅速向烏克蘭提供星鏈服務 為烏克蘭政府和軍方的正常運轉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馬斯克說 已經向烏克蘭運送了大約2萬套接收天線和路由器 烏克蘭副總理費多羅夫曾經表示 在俄羅斯的導彈襲擊之後 星鏈對重新恢復烏克蘭的關鍵服務至關重要 由於星鏈的重要作用 烏克蘭軍方也越來越擔心對星鏈的過度依賴 為了消除烏軍的擔憂 今年6月 五角大樓已經批准和SpaceX達成一項為烏克蘭購買星鏈的協議 使馬斯克無法切斷網路服務 《紐約時報》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 五角大樓將獲得對烏克蘭境內星鏈信號設置的控制權 以便新設備能順利使用 這樣烏克蘭就不必擔心通信中斷了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8日指控 俄羅斯總統普京是瓦格納集團首腦普里格金上月墜機身亡的幕後黑手 根據法新社的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週五在基輔舉行的一場討論會上說 普京殺了普里格金 至少這是我們掌握的信息 這說明了普京的理性 也說明了他的懦弱 克里姆林宮此前表示 關於普京下令殺害普里格金及其手下的說法是絕對的謊言 澤列斯基告訴討論會的主持人CNN的記者扎克利亞 他拒絕接受現在與克里姆林宮進行和平談判的建議 他說 當你想與某人達成妥協或進行對話時 你不能與一個騙子這樣做 他還列舉了曾經遭到俄羅斯攻擊 並且繼續被俄方部分佔領的其他國家 作為自己立場的證據 澤列斯基反問道 你看到普京在其他問題上做出妥協了嗎?對格魯吉亞 對摩爾多瓦 他還強調 烏克蘭越早獲得更強大的遠程武器 反攻和從俄軍手中奪回烏克蘭土地的步伐就會越快 中國企業華為公司的新手機裡發現了有來自韓國大廠SK海力士的記憶體 消息曝光後SK海力士的股價大跌 8日下錯了4.05% 研究機構拆解發現華為新手機的記憶體零件是韓國SK海力士生產製造的 對此SK海力士極力撇清關係 公司發聲明說 完全遵守美國政府對華為的限制和出口禁令 也沒有與華為開展業務關係 還強調將追查確認華為是如何取得這批手機的記憶體零件的 儘管SK海力士已經澄清與華為的關係 但投資人對SK海力士是否違反美國禁令仍然深感擔憂 所以股價大跌 業內人士告訴CNN 華為可能從2G市場購買了存儲晶片 而不是直接向SK海力士購買的 當然也可能是使用美國出口禁令實施之前所累積的庫存 另外 美國政府已經開始對華為這款手機中搭載的先進中國製造晶片進行正式調查 美國商務部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正在努力獲取有關所謂華為7納米晶片的更多信息 對手機的拆解顯示 除了主處理器外 華為新手機採用的中國零組件的比例異常高 現在華府內部爭論的兩大焦點是 這是否代表美國在遏制中國科技行業的努力失敗了? 華府擔心這將給中國帶來軍事優勢 另一個爭論的焦點是 美國對中國科技制裁的主要機制 也就是對關鍵材料 工具和技術出口的控制 未來是否需要繼續加強改進? 美國商務部表示 正在努力獲取有關華為新手機中發現的7納米處理器的更多信息 這款晶片由中芯國際製造 中芯公司和華為一樣被美國列入了黑名單 並被限制獲得美國技術 近日 中共政府限制公務員部門使用蘋果手機 引發市場高度關注 日經消息人士8日指出 目前不僅僅是蘋果手機 北京當局也禁止蘋果的無線耳機和蘋果手錶進入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的工作場所 知情者對日經表示 今年8月份 北京官方的限制令已經擴大到各個省市級別的地方政府和國企 身在北京國企工作的人員表示 在9月初得到了這個通知 要求從10月1日開始對涉及貿易機密的企業部門採用 在明年3月1日指令將擴大到所有員工 這個員工表示 在3年前開始該部門已經實施限制措施了 不過許多人還是私下持有蘋果的產品 一個熟悉IT行業的中國分析師認為 目前許多政府員工都習慣擁有兩支手機 一支是蘋果 一支是國產的 但是如果禁令擴大到民間企業和個人 對蘋果銷售的衝擊將無法避免 中共禁止公務員使用蘋果手機的消息曝光後 蘋果公司的股價接連2日受挫 市值蒸發了近2000億美元 由於中共的禁止行為 其他的美國科技公司 尤其是晶片製造商 可能會面臨更多的挑戰 今年5月 《巴龍週刊》曾經報導 中美兩國的晶片大戰可能很快會出現失控 將衝擊許多在中國擁有大量業務的美國公司 例如特斯拉 蘋果 星巴克和耐克等 羅馬尼亞的海軍新聞處表示 該國與美國海軍正在組織海峰23.3多國演習 屆時烏克蘭 英國 土耳其 法國等國的軍事人員都將加入 軍事演習將於9月11日至15日在黑海和多瑙河三角洲地區進行 演習的主要目的是 發展參與國之間在打擊爆炸物 特別是打擊水雷領域的合作 以及戰術兼容性 目的是確保航行自由 羅馬尼亞海軍將派出3艘兩棲裝甲運兵車 突擊艇和其他船隻 以及爆炸物處理專家 美國將派出海上巡邏機和偵察機 用船隻和特種設備進行排雷的潛水員 其他參與國將派遣潛水員 爆炸物處理專家 由於俄羅斯的挑釁 黑海和多瑙河局勢依然緊張 目前俄國軍隊正在系統性地攻擊多瑙河上的烏克蘭港口 並且封鎖黑海的航行 觀眾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聞內容 關於今天的新聞 您有什麼想法呢?歡迎您在評論區留言 最後也拜託您訂閱 點讚並傳播這個節目 感謝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再見